今天外面的风好大呀 垃圾桶都吹飞了 多伦多的天气就是这个样子 忽冷忽热的 来看看我两颗凹造型的 Oliver 这一颗一根毒干 但是呢它有一个花苞了 我想我会等到它开花以后再把它剪掉吧 这个毒干的花苞真的很大了 所以有点舍不得去剪它 那就让它开吧 但是它开完了以后 还是要把它立马给剪了去插屏 然后希望它的这个下面 能够出底损或者是底牙 猪型会好看一点 不然这样一枝独秀 就有点 这一颗是它斜着长的 然后呢抽出了两个新的牙 一个是笋 一个是底牙 但是呢这颗主织啊它长得 它就躺住了 就这么躺着了 本来呢它也有个花苞的 给我掐掉了 我就想让它把这两个枝条长出来 长壮一点 把营养回流到它们身上去 然后这根枝条呢 这个可能要给它换个盆 然后这根枝条拿个竿子把它给撑起来 换好盆啦 这样子用根竹竿把这颗枝条给它绑好 然后这个造型就要好多了 待会给它浇上定根水 这个塑形就完成了 等它慢慢长大一些 猪型就会变得很工整了 定根水浇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妹 谢谢大家观看